音乐 圣主只有你大宫无私 你的判断非常正直 你是原慈的 求祢能打电你的夫人 应父及子及生存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诵 圣事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愿与大利平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在今天的读经语 保禄论另外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也应该是保禄回答他们的信 保禄说论到守独生的人 他们应该把这个问题也丢给保禄 那独生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 或是我们结婚的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过我们的生活 没有结婚的要怎么度我们的生活 保禄就说 因为耶稣的再度来临很快就来了 时间不够 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准备我们的心 他后面他就讲了 如果你是结婚的 你就度好像没有结婚的 如果你要享受有你的财产 要享受财产 你就当做好像没有的 为了是什么 为了好好的准备我们自己的生活 迎接耶稣基督的再度来临 为我们的心灵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催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祢求你垂敏 基督求你垂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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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求你垂敏 上主求你垂敏 请大家祈祷 天主 天主 你救赏了我们 受我们为子女 求你忍着地照顾我们 使我们引信仰你的圣子 则能获得心灵的自由 以继承天国永恒的产业 以上说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去圣神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圣保禄宗图 至格林多人前书 弟兄们 论到守独身的人 我没有主的命令 但是我既然蒙受主的人词 成为一个可信靠的人 就把我的意见说出来 为了目前的困难 我认为保持现状到好 你有妻子吗 就不要想摆脱他 你没有妻子吗 就不要寻求妻子 你若娶妻 并不犯罪 未婚的女子若出嫁 也不犯罪 不过 这样的人 要受肉体上的痛苦 我却不愿你们受这些痛苦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时间不多了 从今以后 有妻子的 要像没有妻子的 哭泣的 要像不哭泣的 欢乐的 要像不欢乐的 购买的 要像一无所得的 享用这世界的 要像不享用的一样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快要过去了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女儿 请听 请看 也请细听 女儿 请听 请看 也请细听 女儿 请听 请看 也请细听 忘却你的本族和家庭 因为君王 略慕你的美丽 他是你的主 你要敬拜他 女儿 请听 请看 也请细听 秀丽的公主 身居王宫 她的衣裳 以金丝绣成 她身穿锦衣华服 前去夜见君王 由侍女陪伴 来到你的身旁 女儿 请听 请看 也请细听 在欢乐歌舞声中 一起进入了王宫 你的子孙将继承你的列祖 立他们为王 统治普天率徒 女儿 请听 请看 也请细听 主说 你们要欢欣 主说 你们要欢欣 心踊跃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 是丰厚的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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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说 愿主以你们同在 愿主以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共度圣路加福音 如愿光荣 如愿光荣 耶稣 如愿主书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们现在估讨厌 你们现在估计的人是有福的 在那一天 你们欢欣 欢欣 愿跃 吧 你们的赏报在天上是丰厚的 因为他们的祖先也这样对待过先知 但是 你们富有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已经得到了你们的安慰 你们现在保育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现在欢笑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将要痛苦 众人都夸赞你们的时候 你们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的祖先也这样对待过假先知 上主的圣言 祈祷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祈祷平安 在圣经里面 尤其在福音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 比如说耶稣赞美他到底赞美几次啊 有一些福音就是一次 其他的福音两次 那我们问到底几次 或许耶稣做大事情的时候 他是否有带了门徒 那带了几个啊 比如说耶稣治好伯德鲁的岳母 马尔古说他带了博德鲁 还有带了谁 安德 还有 那个谁 雅各 雅各伯对 洛王 是吗 他就带了 就是带了其他的门徒 那在那个路加福音 只有伯德鲁一个人 被提到 其他的没有被提到 到底有多少人被带进去啊 这个可能是我们的回忧问 那在今天的我们所读的 所谓的征服 在马多福音 是有八端 我们就说征服八端 那在路加福音 那这个征服到底有几段啊 我们今天我们所读的 只有四端 那在马多福音 耶稣讲这个征服八端的是在山上 路加就是在平地 这些是好像是矛盾的 我们到底要接受哪一个啊 才是正确的 我们如果要看这些的小细节 我们可能真的是会疯掉了 在今天的路加的版本 他所提到的征服是四个征服 跟马多是不一样 那在马多福音呢 马多他所写的是 耶稣所带来的新的精神 跟旧 应该是旧约的精神 来作笔 作对 那就是说 耶稣带来新的精神 那这些的精神 跟旧约里面的 所提的这些的精神 好像是对立的 我们要跟随的 就是耶稣所带来的新的精神 在今天路加福音的 是另外一个 是路加写的是 我们要跟随耶稣的 我们应该 以耶稣所带来的精神 跟世俗的精神 是对立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马多是耶稣的新精神 跟旧约的精神 对立 路加福音里面就是 耶稣的精神 跟世俗的精神 作对立 所以 那耶稣就开始 你们神 不是神品哦 神品就是一个宗教的领域了 但是你们贫穷的人 是有福的 是因为你们要 怎么样 天国是你们的 你们贫穷的 以后那接下来是 你们饥饿的是有福的 再下来 你们哭泣的是有福的 这些是跟他们的贫穷 应该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 是因为他们是贫穷 所以他们饥饿 那因为他们的饥饿 他们也哭泣 哭泣就是这样的 是从他们的 那个实际的生活 那重点是在哪里 我们不要再问说 你到底有几个福 几个真福 有四个真福 或是八个真福 有几个祸 重点是 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真的是要以耶稣基督的精神 当做我们每天的精神 我们要以耶稣基督 当做我们的衣服 这个是保禄说的 我们要穿上基督 穿上基督 当做我们每天的生活的 的那个生活的标准 我们的一些的要求呢 我们做决定吧 现在让我们一起把我们今天的祈祷的意向 奉献于天主 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制造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残佛 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执意为君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丽亚 及主圣人圣灵的荒压 终身是佛名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适合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适合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之欺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极切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朝贱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皇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命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献你诱惑 担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服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求主呼唤我 我的大意 求主呼唤我 我的心意 求主呼唤我 我的大意 他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那日 请听我的心意 请听我的心意 因他还我命 直到那日 请听我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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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还我命 明天灯 想请听我的心意